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1月11日星期一 这个视频呢 我继续跟大家聊 关于美国国会山暴力冲击事件 这个事件当中呢 有很多中国人的身影 中国人也参加了 有中国人的身影 有中国人的声音 我听到呢 有媒体采访 有的英文媒体采访呢 这个中国人在里面 英文还不错 用英文呢 接受了采访 那还有好几个呢 是中文媒体采访他们 然后他们呢 用中文接受了采访 那这里面呢 还有香港人 还有台湾人 那台湾人呢 还打了一个国民党 中华民国的那个旗子 青天白日满地红 那个旗子出现在了白宫的里面 不知道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啊 要占领白宫吗 要占领美国吗 如果有这样的雄心大志的话呢 是值得点赞的 但是我相信呢 应该是没有这个GAS 那其中呢 还有我们认识的 比如说这里面出现了江峰 出现了吴建民 还出现了美猴王 我相信他们参加的时候呢 他们是意气风发的 斗志昂扬的 但是现在呢 有一些人可能就后悔了 因为这件事情呢 给他们惹来了麻烦 如果没有冲到国会里面的话呢 就很好 如果是谁冲到了国会里面的话 真的是麻烦很大 因为你仅仅是未经许可进入这个国会 这本身就是一个罪 另外呢 现在还有一个更大一点的罪 中国人成了一个重点的怀疑对象 那就是佩洛西他办公室里面的一台电脑丢失了 那这台电脑丢失之后 是好大的一件事情 因为佩洛西声称 他的电脑里面有很多重要的文件 这个电脑被偷 涉及到重大的国家利益 这个事情就很大了呀 那有的人还说 这也是佩洛西的一个阴谋 因为佩洛西呢 遇见到别人会冲进来 会冲进他的办公室 就搞了这么一个电脑放在那里 让人拿走 然后呢 就把这个事件性质给他升级 以这个事件呢 的严重后果 会给川普总统呢 最佳一党 这当然是川普这边支持者的一个说法 但是呢 佩洛西他是不是阴谋 佩洛西事先能够预见到 这些人会冲到国会里面吗 事先能够预见到 有人会冲到他的办公室来吗 这个现在呢 其实还不一定 如果在昨天你问我的话呢 我就会说 这有点扯 但是今天呢 有新的信息出来 让我有一点开始相信了 就是那个警察总长出来说话 关于警察总长出来说话 出来揭露事实真相的这件事情 我刚才呢 已经专门的做了一个视频 你可以去看我那个视频 好 就说回来 不管这是一个阴谋也好 不是一个阴谋也好 现在佩洛西的这个电脑失窃了 他是要找到这个电脑 那怀疑对象 重点就放在中国人的身上 为什么怀疑到中国人的身上呢 现在我还不是很清楚 可能就跟之前 美国政府呢 总是指责中国的间谍呀 中国黑客呀 这些没有证据 就对中国进行指责的一样吧 就是毫无根据的 就指责你 就是想指责你 那他们现在呢 指责中国人 那就是那一天 参加这个集会的中国人呢 就成了怀疑对象了 有的人可能说 哎我那天没有进去啊 在那种混乱当中 我不知道你能够证明 你没有进去吗 我不知道白宫里面 有没有摄像头 应该是有吧 有一种说法说是呢 现在FBI抓的那些人 有的人是蒙面的 就算是你蒙面 他们也通过人工智能 把这些人找出来了 如果他们那里真的有摄像头 没有死角的摄像头的话呢 就还好办一些 如果你真的没有进去 那摄像头里面没有你的话 那就有了不在场的证明 但是如果没有摄像头 或者摄像头呢 少 有很多死角 那就每一个人都说不清楚了 那其中呢 我刚才就说了哈 我所知道的这几个人 有江峰 有吴建敏 有美猴王 这几个人 我不知道他们现在 有没有觉得自己 有危机感了呢 我不知道他们这几个人 有没有进去呢 我呢还把江峰和美猴王 在现场录的那个视频还看了 美猴王呢 看起来他就是在外面 但是他那一段视频录的是在外面 也不能够排除在视频之外 他到了里面 不知道他到没到里面 我不是指控美猴王进去了啊 不要误会我 江峰呢也是一样 江峰录了两段视频 也都是在外面的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进去 从江峰的那个视频来看 江峰呢还做了一些解说 我就认为这个事件呀 美国警方的这个处理 挺打江峰的脸的 江峰呢就特别激动 他就说 他说你看看 这就是美国 美国人民是有愿望 有实力 有能力来改变 不是人民想要的政府 只要不是人民想要的政府 我们就有能力改变 我们今天就是来改变来的 结果呢 是不是打了你江峰的脸呢 然后他还说什么 他说啊 美国人民是单纯的 是自由的 美国人民的单纯 如果是被利用 被欺骗的话 那美国人民 是可以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是可以来复仇的 但事实上呢 美国人民可以复仇吗 可以捍卫自己的权利吗 美国人民是自由的吗 未经许可进入国会山 这就是罪 江峰被严重打脸呢 不过呢 江峰有一段话呢 好像就给川普做了证 他说从川普的那个讲话里面啊 人们还是挺失望的 人们本来是希望川普 能够采取这个雷霆般的手段 来力挽狂澜 但是呢 听起来没有 听起来川普没有这样的决心 他说 所以民众呢 就只好自己动手了 江峰的这段话呢 一方面 他为川普 有点洗白 另外一方面 就他的这段话 也相当于煽动啊 他煽动人们用暴力啊 他说人们要自己动手了 川普没有决心 没有要采取雷霆行动的这个意思 人民要采取雷霆行动 雷霆行动是什么 他说人民要自己动手了 自己动手是什么 他这些话如果是让这个FBI来追究他的话 这事儿就大了 这江峰 江峰你麻烦大了 但是呢 我要说一句公道话 你佩洛西的电脑丢了 主要怀疑中国人 我就觉得太过分了 那些人说实在的 能跑到那去呢 那都是美国公民 有资格投票的 没资格投票的 应该是不会去吧 让你们那些公民好伤心啊 尤其是像江峰 吴建民 美猴王这样的 那么热爱美国 为了热爱美国 都那么恨自己的祖国的这些人 好伤心啊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